OK, cool 大家好,我是李杨 我今天来讲贡献者体验小组的一个介绍session 我在 Slack, Twitter, GitHub,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ID 都是ID, EAL, HAC, K 我是从2017年开始接触Kubernetes 然后2018年加入Kubernetes社区 一年期间我主要贡献的小组是release 贡献者体验测试还有文档 基本上是在我的业余时间作为个人贡献 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 有谁是 有谁是在工作中使用Kubernetes 请举手 好 有谁在Kubernetes社区打开过issue或者proquest 那你们一定会了解这两个机器人 一个是管理PR,一个是管理issue的 有谁参加了昨天的贡献者体验summit 或者是以前的吗 OK 希望你们能够参加下一次 有谁已经是Kubernetes GitHub的member了吗 OK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贡献者体验小组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们是管理整个Kubernetes GitHub社区 我们是帮助所有贡献者的贡献者 这里有列有我们的mailstone和project boards 是我们现在的项目管理方式 同时我们还在采用team的方式管理 包括issue triage 我们的活动 还有这里的marketing指的是我们为贡献者准备的宣传 还有一个特别的是亚太地区的一些东西 因为现在社区里面比较偏向于美国 各种会议也都是以美国时区为准 所以我们希望在亚太地区能够有更多的贡献者加入进来 我们主要负责还有Github Admin 还有各种社区的管理员 以及YouTube管理员 我们大概有十个子项目现在 今天我会挑选其中的一些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贡献者的文档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贡献者导引 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单 并且这个检查单目前已经有中文版本了 我们还会有专门为代码贡献者准备的开发者指南 以及为非代码贡献者准备的贡献者指南 我们的Github Management的项目主要是为了管理 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当大的开源项目 所以需要管理评审者和通过者的时间 我们现在仍然缺乏很多的评审者 所以我们需要比较好的管理他们的时间 可能有过Pull Request的人会知道 你打开了一个Pull Request之后 可能几天都不会有人回应 这个在目前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因为很多的贡献者他们都会比较忙碌 所以我们最近是做了以下一些事情来改进这样的状态 首先我们给Owners File加了一个退休 退休者的之段 因为Owners File是我们管理Reviewer和Approver的机制 比如说一个项目录里面 每个目录下都会有一个Owners文件 这个Owners文件是列出来了 这个目录下面的文件 有谁是可以来评审这里的代码或者文档 有谁是可以批准这里的修改 那么有一些贡献者他们已经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会逐渐转向别的地方 所以他们可能还会被自动分配 Review任务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正确地管理 这些分配的任务 以确保PR的作者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 下面一点也是相关的 GitHub最近推出了一功能叫做状态功能 你可以设置你的状态是忙碌 如果 然后我们的自动化工具最近支持了这一点 如果你设置为忙碌的话 机器人就不会把你分配为自动 自动分配为那个Reviewer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分配到更多的 有时间的人去帮你Review PR 接下来我们还会针对这个领域 做更多的自动化和工具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详细介绍一下 刚才提到的自动化 我们会针对issue的生命周期做一个管理 因为目前 Kubernetes slash Kubernetes 也就是我们的核心代码仓库里面 大概有几千条打开的issue 然后有大概一千条打开的Pull Request 那么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假如一个issue打开之后 没有人关注 如果超过三个月没有状态更新的话 机器人会将它标注为一个style状态 如果标注为style状态之后 过了一个月仍然没有人关注 这个issue会被自动关闭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reopen meaning 将这个issue重新打开 这么做的目的的话 可能有的人会比较讨厌这个Phetabot 但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关注到 社区里面的所有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下一点是我们会检测Pull Request 如果你的Pull Request打开之后 有相同的修改在其他的Pull Request里面被合并了 那么你的Pull Request可能会遇到冲突 就是它不能被合并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rebase解决 那么needs rebase这个插件就会帮你检测Pull Request的状态 然后在下面评论告诉你 你的Pull Request需要更新 我们还会有一个needs to ok to test的label 这个label的目的是 因为我们打开一个Pull Request之后 会运行一系列的测试 自动化测试确保代码质量 那么如果是非member的贡献者的话 我们需要另外一名已经是member的贡献者 来确认他这个测试是可以跑的 也就是说这个PR是有意义的 因为所有测试如果跑一套下来 他可能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 因为他都会真实地起集群去做测试 另外一点 在提交中你可以使用close或者是fixes 这样的关键词去关闭对应的issue 这一点大家可能使用Github都知道 但是这样有时候会带来一个问题是 假如有一个issue 它其实在相应的提交里面 并没有被完全修复 那么这个issue有可能会被重复关闭 因为对应的提交可能每合并一次 每合并到不同的分支 都会导致相应的issue被关闭 那么我们建议的方法是 这种关键字最好在pro-request描述中使用 而不要在提交的信息中使用 最后一点是我们最近增加了 slack的欢迎信息 也就是让新加入slack的空间者 都能够有一个对这里的规则和状态 做一个了解 以免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然后我们针对Github的管理 还有以下一些自动化的工具 我们会采用工具创建所有的仓库 到现在我们已经创建了 使用新的工具创建了30个新的仓库了 然后我们会使用Github来处理所有的member请求 也就是你申请加入Github 这时候你只需要去改仓库里面的一个配置文件 而不是使用Github的UI 也就是实现了仓库管理的Githubs 另外一点是我们还会有针对不同subproject的网站 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的小组 他们有对应的子项目 比如说C class life cycle 他们有KubeADM 或者是Cluster API 可能每一个子项目都需要一个网站来介绍他们 给向用户展示 那么我们会负责所有这些配置 最近我们也在这个领域做了自动化的优化 下一个子项目活动 昨天我们有一个贡献者峰会的活动 包括是当前贡献者和新的贡献者 针对当前贡献者 我们会给他们准备 类似于大会这样的分组的会议 但是也是所有人一起开的 然后针对新的贡献者 我们会准备一个五个小时 分为上午和下午的一个workshop 如果有新贡献者想参加的话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后面的活动 这个活动会帮助你 能够做一个起步 能够知道从哪里开始贡献 包括非代码和代码贡献 以往的活动我们也会有录像 在YouTube上面都会有 接下来的话 美国厂和欧洲厂也会有对应的 Contribute Summit活动 另一点是我们的指导委员会 指导委员会是管理Kubernetes整个项目 也就是管理我们所有的小组 那么这个委员会的选举 是由贡献者们共同选出来的 我们会组织选举 我们的指导目还包括指导 比如Outreach 然后Google Sum of Code 以及在CubeCon现场的一些 Speed Mentoring 其中一点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 是Meet Our Contributors 这个是每个月会在YouTube上面有直播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YouTube和Slack 来实时地进行互动 我们会邀请一些现有的贡献者 或者是新的贡献者来谈一谈 他们在社区中工作的一些体验 在社区中的工作 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替补的一些角色 来帮助你开始 也就是会有人可以带着你 比如说发布或者是活动 这些我们都会有对应的人来带你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了一点 我们的Meet Our Contributors的一个截图 这是你可以参与我们的方式 我们在Slack上面有Channel 然后我们的Channel是MAE和Paris 我们的TechList是CBaker Nikita 我们主要的仓库是在 Kubernetes slash Community这个仓库 然后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邮件列表 我们最近有一个 针对亚太地区的特别的一个小组是 也就是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我们发现现在社区一直以来 亚太地区的贡献者是最少的 我们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 发现更多的贡献者 并且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的会议时间 是在这里幻灯片上没有写 但是是在星期四 也就是中国时间的星期四白天 基本上也是在亚太地区的白天时间 我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 然后我想把剩下的时间 留给后面的提问环节 我想请刚才有举手的同学 可以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在现场做一个互动 因为今天这个session是maintainer track 也就是主要是吸引一些 想参与社区工作 并且想加入进来的人 稍等一下 请等一下话筒 因为我们会录音 我想知道就是现在在整个 这个team里面 它一共有多少人 以及里面的比如说中国的人 大概是多少的 你指的是贡献者体验小组 还是说 就贡献者体验小组 贡献者体验小组 其实这个小组我想 我最开始有一点没有说 这是一个 其实是 与其他的小组 是一个不重叠的关系 也就是比如说 我同时参与release testing 还有混血的体验 那么其实这个是 针对整个社区的人都可以参与 那么现在的人数的话 中国地区 我了解的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 但是他们并不主要参与这个小组 他们可能是参与其他的小组 然后再空余的时间来参与这个小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贡献的话 那我是说就自己先浏览一遍 哪些地方是我能够贡献的 然后我先慢慢地通过个人的方式 去慢慢地熟悉 然后接触更多的人 还是说是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渠道 让我更快或者说更加被 OK 其实你可以直接看我们 community repo里面的issue 比如说good first issue 或者是help wanted 这些都是已经列出来的问题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slack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slack频道 然后说比如说你说我是新加入的 我来自中国然后我想帮助你们 那很快就会有人回应你 也许不是很快 如果是时间不在一个一起的话 他们会帮助你 社区里的人都非常热心 然后第三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 就我之前有过一个PR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就如果在日常工作中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说我的观念或者说我的设计 和当时有一个member 他给我提的意见 可能是就是他有他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在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就 这个PR就被搁置了 就是然后就 越积越久以后 就可能就没人管了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有没有比较好的机制能够 因为说实话 对我来讲的话 我可能只是 我要解决我工作上的一个问题 就顺便我去提一个PR 我很难真正的非常 投入的去 把这个东西从头到尾的去 overview的去 去那个把它给怎么样影响 但是 对对对 很多时候我的一些贡献 其实就是在这种阶段 被block掉了 不能说是他的问题 也不能说是我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种东西的话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 也有这种情况 包括我身边的同事 他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想知道 就是官方是否有这种 更好的机制 就是能够就引导 或者说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会有很多人 在一开始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在参与Cubernetes之前 也是可能我在工作中 用到某个开源项目 我会 我会在修复 我遇到的问题之前 顺便给上游提交一个 提交一个补定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 你的PR是先有issue呢 还是说直接提的PR 是直接提 是直接提的 是直接提的 然后 没有引用issue 但继续有相关的issue 在讨论就 OK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是 带着相关的issue和PR 找到更多的人 去来讨论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怎么去修复 讨论的地方可以是 slack或者是邮件列表 这两种是比较好的渠道 因为Github上面确实 因为通知太多 有很多人 他们会有通知很多的问题 他们不可能 每一个通知都能关注到 所以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 是PR的作者 或者是某一位reviewer 要去主动一些 也可以去参加 对应小组的会议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是在给Cubernetes官网 有过本地化的工作 包括像是Cubernetes一些信息小组 包括Customize 我也是给他们在做一些 包括汉化之类的文档的工作 其实我这边的话是比较疑惑的 就是我在阅读完了Cubernetes的所谓的导引之后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下手的一种方式 他说你成为member的话 你是需要有两个推荐 但是首先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 只能通过这种在Github上和他们聊 然后提PR这种方式来去和他们交流 包括Select也是 Select里面有这个CNDEV的频道 包括也有那个Cubernetes Docker这个中文的频道 但是这么长时间下来的话 可能我看的还是不是很活跃 没有办法和那个Mail List这些比 就是Mail List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一些母语为英语的国家的人 他们在交流 而我们的话可能在我看来 我可能需要一个就是文档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真正想参与到这个开发中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和人交流一下 我这边可能比较愿意的就是去有一些就是母语是中文 或者是他会说中文的人来这种在Select或者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直接用母语就是用中文来交流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对我有更帮助一点 包括我在做翻译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的一些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这个 就是理解的偏差导致最后开发出来这个东西就和他一样 说的我提的PR基本上他提出问题之后发现我们想的完全是两个方向 然后最后就被五线搁置了 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这个中国这边开发者不是很多 但是肯定是有有没有就是这样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 这个team这种样子来可以交流的这个平台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首先人数少确实确实是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比如说你说的文档小组文档小组里面其实中国贡献者相对多 相对于其他小组来说 然后我应该也算 然后你其实可以跟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贡献者在slack上面 或者是你们有微信加过的话也可以相互聊一下 其中肯定会有已经是member的贡献者 只要只要你能找到比如说你有过比如说你有过四个prequest 那么如果里面有过两三个跟你直接有过review之类的互动的话 你其实可以找他们请他们帮助你 帮助你成为member 其实也是一个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官方有没有可能就是成立一个这种类似于 就是KBS这个官方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贡献者的这个平台 在上面大家可以来交流 包括mail list 包括slack都可以 但是那个slack的话 反正是上面说说句话可能回答你的人不是很多 我我我我我我试过 没有人理我 我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哪个频道 但是如果你说官方的一个平台的话 其实贡献者体验小组就是一个官方的平台 然后贡献者体验小组的亚太地区协调人 也就是这个截图上面的 这个是刚刚刚刚成立的一个team 所以欢迎你的加入 就是我你光你刚才光介绍 其实一个这种这个team 但是这个team的工作 我好像没有太理解 就是虽然有一个这个亚太方面的这个贡献者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贡献者 他们可能分布在不同的项目 然后也可能就是他们贡献为一个项目 但是大家之间交流 很尴尬就是经常在Github上和会说中文的人 我们非要用这个英语交流 然后导致最后这个要交流很长时间的这种情况 也是有 其实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联系它在slack上面 或者在其他的渠道上面 Github上面我看到 起码文档里面有过中文沟通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翻译一个文档 从英文到中文 那其实不一定要用中文 不一定要用英文 可以使用中文 因为如果说作者和reviewer都是中文母语的话 那么可能中文对他们来说相对方便 然后英语的话主要是为了一个透明性 为了一个社区的其他人能够看得懂 但是我认为使用中文也是可以的 因为有过例子 明白 谢谢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在其他一些小组里面的贡献经历 或者是说一些遇到的困难 比如刚才两位 没有的话那我这里再详细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新成立的一个亚太地区协调人小组 将会专注做的事情 首先这里写的第一点 我们会启动一些培训和针对贡献者的一些策略性的活动 比如把其他地区的Metup Contributors的活动给在亚太地区以来做一份同样的 这样我们也可以使用中文交流 这是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有其他的Metup 比如说上海本地的杭州本地的或者是北京本地的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寻找一些想加入进社区的贡献者 还有一点是针对现在社区的文档工作 如果翻译需要的话 我们也想用中文母语来吸引更多的贡献者 以及我们的社区的沟通渠道 包括slack和discuss针对用户的网站 最后的话 我们其实这个贡献者体验小组 以前是有一个专门针对亚太地区的时间的会议 但是后来因为参与人数不足暂停 之后就是亚太地区协调人这个小组成立之后 我们会有定期的会议 是在双周的周四 中国时间的白天 欢迎所有人的加入 然后可以让我们贡献者体验小组的 中国时间的会议 亚太时间的会议 重新启动 OK 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吗 OK 那这个session就结束 谢谢大家 这就是几 beyond 这个第一个 ciek缩 我 煮 你